引发关注的是 这名50多岁的病患 他没有旅游接触史 当局已经认定 这是社区传播案例 另外川普在上个月底 曾经公开参加一场活动 事后有一名患者确诊 也被证实出现在 同一场活动当中 病毒如此接近美国总统 也引发了热议 新冠肺炎疫情 烧向美国政治权力中心 华府也出现首例确诊病例 瓦府沦陷更引发话题的是 美国还有一名确诊患者 上星期曾参加 马里兰州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 不但美国副总统彭斯出席 总统川普也现身同一场活动 总统副总统和确诊患者 参加同一场活动 消息一出震惊全美 白宫随即发声明强调 目前没有任何资讯显示 川普或彭斯曾与确诊患者 有过近距离接触 特勤局和总统专属医师 也已经采取所有必要措施 确保第一家庭成员健康无余 根据CNN报道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4小时内暴增100多例 截至台湾时间3月8号中午 已经来到了452例 而且遍布全美28周 确诊数字不断增加 为了防疫 美国联准会表示 即日起 所有来自亚洲地区的美钞 在交付处理前 将被保留至少7到10天 才能重新投入市场 连钞票都得被隔离 防止疫情烧得更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